韓國陣逢南北韓情勢緊張 而在佛誕節期間 全國上上下下兩萬多間的寺廟 共同祈求國泰平安 那麼旅韓華僑也有兩百多位善男性女 在首爾佛光山寺 慶祝了釋迦牟尼佛誕城 兩千五百六十一週年佛誕節 要來歡度遇佛法會 首爾佛光山寺二零一七年 遇佛法會在四一口令下 正式開始 由住持義恩法師 與住韓副代表易志成 率領兩百多位僑胞善男性女 依序進行 獻傳 獻香 獻花 獻燈 獻果 獻圖 以及獻茶等儀式 場面莊嚴隆重 義恩法師表示 每到佛陀誕生日 各國信徒會以各種方法慶祝 像是提灯法會是點亮心燈 慾佛法會是洗淨心靈滅障 或是歌劇公演佛陀傳 首爾佛光山寺則是進行慾佛法會 祝韓副代表易志成 感謝主辦單位精心策劃 援遊會活動 讓大家席家代卷參與 不僅增加親情互動 也聯繫相情 更重要的是在於祈求佛陀的智慧滑水 洗激我們的煩惱心 清淨我們的身心 回歸赤子之心 讓我們與生寄來的佛性善性 可以顯現出來 義恩法師代表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頒發當選證書 給首爾國際佛光協會會長李生俊 以及方凱瑶 李慧平 洪美姬三位副會長 隨後在義恩法師主持下 永可法師及影盤 肖悅寧師兄 敲目魚 帶領僑胞及各國信眾 誦經祈福 也引導大家進行御佛儀式 大家跪拜祈福 場面溫馨祥和 進行御佛法會的同時 僑胞陳美娟師姑 楊潤生師兄 以及來自台灣台南福國寺師姑們 則在首爾國光三四滴水方的廚房 擔任義工 為大家準備原優惠的飲食 包括有便當 炒米粉 蘿蔔糕 素丸子 炸春捲 炸茄子 滷味小菜 還有台灣特色的珍珠奶茶 現場也有台灣各種傳統零嘴 讓大家享用 喬包信眾最後在滴水方 進行了簡單的午餐 預佛法會圓滿結束 台灣黃電視黃群 韓國首爾採訪報導 主席 麻煩 財務